最近这几年,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关于人口,关于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都会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目前,29个省公布了去年的人口数据,具体的数据咱就不说了,大家都清楚的 咱们呢,也不是权威部门,不发布数据,咱们只聊感受 年轻人生孩子的欲望越来越小,这是客观现实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孩子了呢? 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捋一捋,其实以前我是聊过相关的话题的 但是今天呢,还是感觉有很多话想说 总结起来呢,无非就是三句话,不敢生,不想生,不能生 多数选择不再生孩子的原因呢,是不敢生,为什么不敢? 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缺乏一定的经济基础造成不敢生孩子 经济基础往往是决定了上层建筑,生孩子呢,养孩子啊,它不是一锤子的买卖 从有孩子那一刻起,父母的钱包就像是套上了一个紧箍咒 从出生前的孕解到产后的买奶粉啊,尿不湿啊,玩具啊 以后这个幼儿园的托儿费,学费,包括各种课外的兴趣班辅导班 哪一样都是烧钱烧得很厉害 好不容易等到孩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以为轻松了 但其实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孩子参加工作了,接下来就要面临结婚,找对象,就要买房 对于工薪阶层,甚至是农民朋友来说 就算是父母倾尽所有,把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全都拿出来 也不一定够得上是首付 孩子呢,还要自己再背上二三十年的房贷 我问过周围很多朋友,我问他们想不想要二胎 与你们想的不同,他们几乎大多数的回答都是想要二胎 但是呢,害怕老二是个男孩 因为只要是男孩就意味着将来要给他准备房子 于是呢,便放弃了生二胎的打算 很多年轻人表示,现在压力太大了 养自己都很辛苦,拿什么来养孩子呢 现在可不像几十年前 生一个孩子也不是说饭桌上多一双筷子那么简单 从吃的到用的 从房子啊,教育啊,医疗啊 这些都是孩子成长路上避不开的,必要的一些开销 很多人是迫于资金上的压力,不敢生孩子 除了这些不敢生的 还有一部分是不想生的 即使自己并不存在生活压力 也依然不想要多生孩子 这一点呢,可以参考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们 他们都是成功人士 早就已经财富自由 可是呢,多数还是选择只要一个孩子 对于这些人而言,肯定不是不敢生啊 而是压根就不想生 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要不要孩子 跟男性的意愿有一定的关系 但最终的决定权往往还是在女性手中 有的女性呢,特别爱美 甚至过分的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 她们担心生过孩子之后身材会走形 所以呢,干脆拒绝生育 现在的8090后的女性 很多都是从小被父母捧在手里 精心呵护长大的 从小都是娇生惯养 吃不了苦,受不了疼 我记得几年前我看过一个 当红的女明星的一段采访 她说她怀孕的时候反应特别严重 吃什么都吐 还整天的头晕脑胀 浑身无礼 她用痛不欲生这四个字 来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 这四个字确实是挺严重的 她说好多次她都觉得撑不下去了 想干脆要么就不要了 可是呢,她的父母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照顾她,安慰她,鼓励她 才算熬过那一段再也不愿意回首的日子 生孩子确实辛苦 这谁都无法否认 但是呢,据我个人的感受,据我个人的了解 历史上好像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女性 会像现在一样 经常把生孩子有多么辛苦挂在嘴上 当然也有的是因为现在的工作压力比较大 而职场呢,对于女性又是比较苛刻的 很多企业呢,对于有孩子的女性 多少都是戴着一点有色眼镜的 会觉得生了孩子之后会操心的事情太多 不能把精力都全身心的放在工作上 二十多到四十多岁正是女性事业的发展的那个黄金时期 职场竞争激烈,工作不等人 很可能生个孩子回来 发现自己在公司早就已经没有位置了 毕竟现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任何一个企业呢 也不可能为某一个员工保留一个岗位半年甚至一年 这不太现实 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呢 会有很多职场女精英不想生孩子 还有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知识更多,见识更广 相比于过去的同龄人来讲 更懂得对新生命的负责任 我曾经就问过我妈 当初是为什么决定生我的 我妈说没有为什么 就是看别人都生了,自己就生了 生之前什么都没想 我说生孩子这么重要的事情,怀孕之前连想都没有想吗 我从来没有怪她的意思 但是呢,同样也会觉得她这么做 多少是有一些不负责任的 而现在的年轻人就好很多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在城市打拼 没有背景,没有资源 自身条件一般,得不到原生家庭的帮助 身后又空无一人 能在高生活成本的城市雇注自己 就已经是拼尽全力了 很多时候呢,他们对自己人生的答卷并不是很满意 也正是他们的亲身体会 体会过那种一个人穷困潦倒 无依无靠的那种感觉 他们不愿意,也不忍心草草的生个孩子 让孩子重复自己的命运 承受同样的辛苦 所以呢,很多人对待生育的态度是冷静的 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孩子的想法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环境 就根本不配为人父母 你说这是悲观的人生态度也好 你说他是真正的有责任心也好 反正他们是坚决选择不生孩子 我认为啊,这也是当代年轻人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的必然结果 随着一个人这个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看问题的视角就会广阔很多 他们能摒弃传统守旧的这种思想 更加为自己的孩子的生存环境负责 养不起就少生或者不生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 还有就是现在离婚率似乎也不低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婚姻的信任度不算高 总是认为人心变幻莫测 谁也不敢保证夫妻俩人就一定能够白头偕老 对感情没有信心 而离婚对于孩子造成的心理创伤啊 也是很难去扶贫的 所以很多年轻人把婚姻的这种失望表现在 不愿意生孩子 除了刚才讲的不敢生不想生之外 最近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不能生 我这个年龄段呢已经步入中年 马上40周围很多朋友同学 以前没有生二胎 或者是因为刚才我说的不想生 或者是因为我刚才说的不敢生 而到了快40岁的年龄 克服了这些问题之后才发现 想生却怀不上了 有个高中同学他就是 被孕了一年多一直怀不上 直到前段时间他去医院检查 然后呢回来之后跟我们说起 我才知道 医院里等待治疗不能生孩子的人 真的很多很多 那天从早上排队一直排到 他说排到天擦黑 其实说这三个原因还是太笼统了 太粗糙了 生不生孩子真的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 你说他和钱有关 其实也和钱无关 你说他和文化有关 其实和文化也无关 富有富的养法 穷有穷的养法 以前人们都吃不饱饭 家里都还是七个八个的生孩子 现在再怎么说压力大 至少温饱是没有任何问题吧 为什么反倒天天嚷嚷着养活不起了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琢磨着 它不是简单的穷养富养的问题 它跟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似乎只要到了这个程度 就无法避免这个问题 各个国家无一例外 好了 今天先聊这么多吧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咱们明天接着聊 再见